你给他插管子 你给他打氧气 插好一指指管子 没有什么意义 他一点尊严嘛 他也吃什么他也不知道 直接打在胃里 国家制度应该啊 以后啊 实行安乐的 大爷认为老了生过大病 子女应该给老人最后的均匀 关于安乐死是否应该执行 一起听听 大爷怎么说的 现在很多人都说这个养老啊 以后养儿防老可能有点困难了 现在就想看如果能抱团养老 是不是能解决老年的问题 这挺好的 抱团就是养老是吗 比如说情况有点 国家给你一个场地 身体壮的好点的 似乎这个不能动的 这个义工似的 人都把那边的老的呢 又来的新的 这是一个养老方 你觉得挺好的是吧 他好不好到那时候没人管 那就不是挺好的 这个不过呢 现在这个养不了 他为什么 他种东他种西 那国家呢 这一个场所 集中在一块 集中一块 你们都有退休金 没有退休金 这国家出有那个地宝 让你吃让你喝 现在很多人都说 这个人老了以后啊 可能会活的就没有尊严了 那时候没有尊严了 有病啊 那应该很快的 擅终就完了 他没有尊严了 你给他插管子 给他打氧气 插侯爷直直管子 没有什么意义 他一点尊严嘛 他也吃什么 他也不知道 直接打在胃里的 这呼吸呢 直接搁着气管里 国家制作应该啊 以后啊 实行安乐的 应该人不成了 该走人家走吧 人到那坊 就活受罪的 这人没有尊严了 里边还活着干嘛 像这种情况啊 作为老人 可能觉得 哎呦 插了管子了 这个生活的不如意了 生活的 要没有尊严了 想那什么 但是作为子女 子女该想得开 人早晚要走 因为他这么 没有尊严的活着 对你子女有什么好处 他总是生了你 养了你了 你应该尊重他 他既然没有尊严了 就不如啊 让他呀 从哪个话的走 大部分子女 可能会觉得 哪怕有一线希望 都会去努力 我不跟你说 非得专家呢 有人脑死亡了 傻之傻和的 可是脑死亡了 心脏和别的呢 还没问题 吃不了饭了 给他灌鼻丝 有这种手段 有什么意义 没意义了 你只能 给这个患者 增加了痛苦 那是罪不人道的 不如让他呀 那么微微的 上另一个世界 那就是啊 佛学列一说 那叫极乐时期 让他呀 赶紧的善终吧 善良的善 你那么来说 这是造孽 医学专家 科学专家呢 这医学专家 一看人不行了 恢复不了了 他就是带气的 活死人了 不如让他呀 尽快的 结束生命 减少他的痛苦 还去遇事也不受呢 他是搞法律的 他也支持安乐死 可是呢 又怕这个 有人借着这个机会 去残害无辜的人 对 他用金钱买 一个带 给打安乐死 不该死的人 给整死了 对 他们坐这空子 所以有一例就有一币 防不胜防 社会很复杂 所以现在中国就 没有不许 安乐死不许 这个影响太大了 他有人借着这个机会 去残害 善良的人 您觉得 生了大病之后 是尊严更重要 还是活着更重要呢 这个视频就跟你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个视频 不见不散